錄製的方法主要是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工作表主要是利用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 未來當然你可以從web 從web實際上就是從網頁 其實做法是差不多的 流程應該都一樣 差別只是把檔案變成網頁 其實差異性不大 所以以後如果 你這個部分會的話你也可以抓網路上的資料 那 從檔案 然後抓一個你把它錄製成聚集 那錄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把它修改完之後 其實就長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中間 有一些disnation 到這個中間本來有一堆的 其實那些其實根本不用 那不用我就把它砍掉了 那為什麼我知道不用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 油標放在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屬性或方法的上面 按F1 F1呢它會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屬性或方法 的相關說明 那當然呢可能要做一點功課啦 就是說你要去了解 每個屬性跟方法到底有沒有必要 它裡面會稍微說明 敘述一下 再來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那些把它砍掉的話 會有影響 那比如說把它砍掉 執行它 匯度三重 會不會OK 三重OK 那再來的話呢 匯度那個 比如說 再來也許就是匯度到這邊 那當然要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中立好了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每一次自己改一下 如果你自己改 那這邊OK 就是自己這邊把它改成中立 如果有那個檔的話 中立.tst 那匯到哪裡呢 匯到這邊 你可能要改成56 也就是改這裡 跟改這裡 兩個地方 中立會不會放到這邊來 執行 中立又下來了 所以呢 如果說我要再下一個 可能再來就是台中的話 那勢必怎麼樣 我的程式呢 基本上 一樣就是把這邊改成台中 然後再往下追蹤 看一下 這個最下面是在哪一列 哪一列的下一個 OK 那可是當然喔 你不可能說每一次都還要自己手動 手動的話 那當然永遠沒有止境 所以這邊必須要利用回圈 那回圈的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幫我抓到那個檔名 OK 另外呢 這個最下面到底在哪一列 我如果抓到的話 那我也可以讓它全部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道理 那只是說要怎麼做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帶來幾個方法 跟前面 假設如果跟那個 前面拍上一樣喔 我們一樣 如果說用DIR有沒有 假設啊 如果採用一個DIR 你可以把這個DIR 三重到鳳三喔 假設 如果你要用那個什麼 FOR迴圈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 三重一直到鳳三 1到25 我如果已經知道的話 這也是一招了喔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範圍 你可以用FOR迴圈 如果你不知道範圍 你就不要變成說 你要用DIR 加上都快爾迴圈 那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喔 用FOR迴圈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DIR裡面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 貼到這個範圍的這些 放在A1一直到A25 的第一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合併的話 怎麼樣做喔 那當然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開一個新工作表 假設這個是完全空白的 我要合併喔 那你可以修改一下程式 什麼改 一把這邊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因為我便要另外起一個喔 第二的話 前面也許叫做 嗯 批次好了 就叫批次 批次的話 就是不止一個 批次匯入文字檔 也許我用FOR好了 也許這邊我把它打一個FOR OK喔 批次匯入文字檔 把它改成批次 用匯入文字檔 然後用FOR的方法 但底下後面還有用那個 DOOFIRE的方法 那可是要怎麼改喔 第一個 我要先抓到 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工作表 可能會有個敘述喔 就是你要怎麼樣 切到這個工作表 畫工作表的話 那你要用序折物件 跟他講喔 我的資料呢 是在那個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A1到A25 所以你可以怎麼寫呢 第一個喔 你這邊可以寫FOR 我喜歡按你的TAB 在上面喔 打一個FOR I 等於第一列 那I的話指著列 到第25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那做什麼呢 那做什麼呢 所以1到25 那就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那些檔案 的檔名 把它批次的抓到這邊來喔 所以1 先打一個FOR圍圈 2 把WITH到EnterWITH 其實這就是開檔的程式喔 把它搬到中間來 然後記得喔 按一個TAB鍵 我習慣縮牌 當然VBA裡面喔 不像Python一定要縮牌 不過喔 如果你VBA裡面沒有縮牌 看的也蠻辛苦的 我習慣一定要縮牌 然後接下來改什麼呢 改這個地方 欸 這邊的話我怎麼會抓呢 那實際上喔 這一個呢 這叫儲存格嘛 Sales Sales的哪一列 第一列 的A欄 那它這個1到25 可以變動 所以用I來取代 那寫的方法 1 把這個喔 原來它的那個檔名刪掉 2 在它的後面喔 串接 碰一個M的符號 然後跟他講說 喔我的那個資料在Sales 瓜糊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呢 A欄 所以A我習慣打這樣子 啊另外還要記得喔 因為你將來的 你要合併的是在這個工作表 你要抓的是在前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跨工作表的話 記得一定要再加一個 跟他講說喔 在前面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或者哪一個好了 那我習慣用那個第幾個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哪一個第一個 後瓜糊 的 OK 點 意思是說 在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 這個A1到A25 就是我要抓的那些資料 OK 所以特別抓 可能關鍵的地方 這個可能要慢慢熟悉 跨工作表會多 工作表的 第幾個 那當然未來你這邊 如果不是第幾個 你可以用 自串 裡面的話 把什麼 工作表1 填進來 這樣也OK 不過 因為我們先簡單寫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就是P次抓到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那個那個 檔案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讓它怎麼樣 每一次就向下 去追蹤到我要的 那這邊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可以 給它一個變數吧 56這邊 也是把它刪掉 後面串接 AND 一個R 這個R的變數 其實就是哪一列的意思 那我這邊可以在 WITH上方 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如果 它目前完全沒有放任何資料 那就從E開始 反之就讓它向下追蹤 所以寫法特別就叫IF A1 那就用Range Range A1 比如說我 單純只是指那個儲存 可能用Range 會比較簡單 等於空的 表示裡面沒有資料 ZEN Enter兩下 反之 打一個END 主要就是說 如果它空的 那我就把R裡面的詞 直接塞一個E給它 所以E過來的話 它就剛好放在 E 就是跟那個 前面這個串在一起 A1 OK 反之的話呢 R就是向下追蹤 因為有資料 那我就R 等於什麼呢 幫我從那個 A1 向下追蹤 特別注意 這個追蹤 很重要 你要追蹤的話 就從 A1 點 向下 AND 它有一個屬性 叫AND 就是向下 所以刮虎之後 它會出現上下左右 你就跟它講說 我要向下 幫我追蹤 追蹤到 告訴我 它最下面那一列 所以有一個屬性 叫RO 把這個哪一列的屬性告訴我 OK 那我就知道說 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但是最下面一列我要加1 因為我要再放到 它那個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個 儲存格裡面 幫我把它再繼續放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 特別注意 大概就是只有加什麼 本來的那個 原來的東西 其實是在中間 原來東西沒有不見 在這裡 好 那其實只是因為 我需要 膽名變更 所以我加一個4回圈 用I去 變換它的位置 OK 第二的話呢 向下追蹤這個 我用一個邏輯 如果它 第一次的話 R等於1 反之就讓我向下追蹤 把它加1 OK 程式就寫完了 好 再來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子 當然直接RUN這樣執行 OK 全部都OK了 所以三重 再來就是中立 中立在這裡 一直類推 Ctrl向下 總共1315筆資料 全部都下來 但如果說你想要看細節的話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 按一下 中段點 比如說 我希望 因為有同學可能 比較不了解 這個到底是 裡面回傳什麼詞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 第一個 如果它A1等於空的 那R當然就跳E 好 那再來的話就串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那個A1裡面的值 幫我帶過來 所以第一疊底下 找到三重 三重裡面的資料 那幫我放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一行很重要 它真的抓就是這一行 三重抓過來 下一個 那下一個A1 它裡面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跳哪裡 跳這裡 Ls Ls 這個敘述其實 主要就有點像 游標放A1 Ctrl向下 Ctrl向下 那會得到55 有沒有 把55這個值呢 幫我把它 取得之後放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裡面的值呢 剛剛好就是55 有沒有看到55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幫我把這個值 放到這邊來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我將來要從56開始 OK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的方式 以後 如果你手邊剛好 沒辦法執行拍賞的話 其實用VBA來做 我覺得也差異性不大 OK 其他的話就是 再往下放 然後把中立 所以這個讀到應該是A2的資料 中立的資料 幫我什麼 移到52裡面 所以Refresh OK 所以你會把中立的資料 又下來了 其他的話就以此可以推 直接把它執行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這邊中段拿掉 OK 總總統的話就是 1 3 1 5 列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我好像應該在雲端上 也有寫這一段 其實就是 只是存檔這個我好像還沒講 只是上面這一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 一樣產生DIR裡面的那個 檔名 這個也是 要必須要手動 當然如果你不手動的話 就必須要配合那個 這個都畫圍圈 加上DIR 函數